在深刻有一位收藏家陈佳德对于雕刻和紫砂玉品有深厚的喜爱 为了和民众一起分享首度在媒体前公开个人珍藏 包括了中国工艺大师阮宝光林祥云的木雕作品 另外还有雕塑大师曹瑞强的紫砂牵手观音等等 这些珍贵的收藏品马上透过镜头带您来一睹风采 中国侍女体态优雅手抱提栏神情欢喜自若 将回娘家欣喜的感觉充分的表现了出来 这是中国工艺大师阮宝光的作品回娘家 也是收藏家陈佳德相当宝贵的收藏品之一 把女人的美内在的美表现出来 要回家见父母的喜悦 要回娘家 所以他上下左右都表现得非常的细致 收藏家陈佳德表示阮宝光大师最擅长的就是人物调科 像是另一件作品红衣法师 何许的眼神手持念珠 法袍自然垂坠 让人可以完全的感受到红衣法师慈悲劝善的样子 表现这个红衣 他手持念珠神情莫然 然后就是要告诉世人慈悲喜舍这样 陈佳德接触雕刻紫砂一品收藏 已经有30年的时间 一直以来都很乐意与朋友分享 这次他首度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珍贵收藏品 而除了暖宝光大师的创作 福州工艺大师林响云的熊科作品 同样使人对于艺术展现为之赞叹 他这个熊的表现 他这只熊象征的是寒冬一霸 他刚吃完鱼 然后身体要甩水 所以你可以仔细看到他这个地方 有寒水的纹 然后熊他要甩水的时候 他嘴巴会开开的 跟小狗一样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活灵活现 不仅经由雕刻一品的收藏 其实陈佳德对于紫砂的研究 更是透彻与深入 由于紫砂从塑形到烧之后的收缩笔大 大型的紫砂作品 在创作的过程中非常容易失败 因此像眼前所看到的这件雕塑大师 曹瑞强的紫砂牵手观音 可以说是相当难得一件 他要三分做气氛保养 而且他的收缩笔很大 而且这个手 他要有那个紫砂棒去支撑点 然后再敲掉再第二次烧 因为这个泥巴它 里面有空 要有空气 它如果整个会爆掉 稍微一千多度它会爆掉 所以它要成型很难 陈佳德指出 这件紫砂牵手观音的面容 眼神手势都相当心理生动 光泽柔润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创作 而陈佳德还收藏了许多紫砂壶 对于紫砂一瓶的鉴上 保养以及蕴含都有专业的见解 非常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或相关同好 到深坑老街 一起来相互交流 记者杨宝耀超方奇 深坑采访报道